耶稣爱母亲 但他更在乎天父的心意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将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月案福音第二章 在古时候的犹太文化里 婚宴大多是以流水洗的行事举办 而且这场喜酒通常会连吃七天 让远道而来祝贺的亲友们 可以尽情地吃饿快乐 有一次 玛利亚就去协助亲戚家举办一场婚宴 而耶稣和门徒也受邀出席 结果没想到这场婚宴 出现了一个意外插曲 迫使玛利亚决定开口请耶稣帮忙 解决这个大难题 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 第三日 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娶亲的筵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 也被请去复习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 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 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 耶稣对佣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到满了 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颜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 管颜席的 尝了那水便的酒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有咬水的用人知道 管颜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这事以后 耶稣与他的母亲 弟兄和门徒 都下加摆农去 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看见店里有卖牛 羊鸽子的 并有兑换银钱的人 坐在那里 耶稣就拿绳子 做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店去 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又对卖鸽子的说 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付的店 当作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 经上记着说 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 你既做这些事 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这店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犹太人便说 这店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但耶稣这话 是以他的身体为店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 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 过于月节的时候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就信了他的名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 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大部分的朋友 通常不太会注意到 把水变酒是耶稣所行的 第一个神迹 因为大家都在想 耶稣这样回父母亲 未免也太绝情了吧 亲爱的朋友 耶稣毫无疑问地 敬爱他在地上的母亲 但是他也很清楚 自己身为神子 如何使用能力 如何做决定 都应该是以天赋的时间 和安排为主才对哦 让我们彼此鼓励 更多学习 从真理的角度 去解读耶稣所做的 每一个回应 相信当我们先放下 世俗习惯的观点 就能以更高的眼光 贴近神的心意 我们先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 能用更贴近你的角度 来读经 使我能更明白 你向我显明的心意 祷告奉耶稣基督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每一天在神的话语中 都能够看见不同的亮光 白密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放